Hello,大家好,我是Bonnie,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我们今天白天突然突发奇想的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我们就立马就拖上我们的房车,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准备出发,但是在出发之前我们还得先来我们的仓库干一点工作上的事情,所以大概我们是可以12点钟左右的时候出发吧, 然后我们原计划是想去看星空的,但是不确定到了那边以后我们还能不能看到,我觉得既然是说走就走,但那种未知的感觉也是应该包含在里边的吧,所以就挑战一下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房车之旅 好了,记录一下我们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房车行 好了,我们要干的活都干完了,现在就准备出发 好黑,深手不见五指的程度,不过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星星,但在想像这边的信息中,新人啊! 在里面拍不出来 肉眼还是一定能够看到很多星星 还有 多久 52分钟 才能到 已经开始没有信号了 小心了 一个车都没有 看了有20分钟的那一车 没见到什么 感觉很吓人了 而且还是往很上 现在高速的路有点窄了 对 这个路现在也变得很窄 好多急转挂 前面就有个急转挂 是直角的 慢慢开 慢慢开 还是很吓人的 这种大半夜的人开 前面还有一个 你看这个 你看地图 Oh my god 还有这种弯 我天哪 这真的是山路十八弯了 头蚊子低 发卡丸 太吓人了吧 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个拖车 没有拖车我也觉得很吓 右边好恐怖啊 这有种深不见底的感觉 这边好不好 刚才那个弯我觉得就有点深不见 你这边我都能看到一些东西 右边 你没看到右边 我现在戴着你的眼镜我可以感觉到右边 Oh my god 好恐怖啊 我害怕了 我好恐怖啊 为什么这么陡 因为它有个坑 好 我马上又到那个 转 转到那个 超级超级超级弯的地方 然后过去发现啥事都没有 那到了吗 那到了 旁边有树 我没什么 得慢慢转 车比较长 我们还有个拖箱呢 就慢点吧 也没别的车 转弯了吗 对对对 就是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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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中间开一点 这就是在中间好不好 我们车有那么长的车 它往中间我们后面就掉下去了 还好啊 这起码不是让我看两边都是悬崖那种 那就是要吓死我了 也不知道那里还有没有别的人在那 你是希望有人还是希望没人 有人 我也希望有人 太可怕了 慢点车 30公里十足 还有两人在慢 还有一个大转弯呢 还有一个大转弯呢 还有一个大转弯 现在是个大转弯 我们现在是30公里我就告诉你 我们还提前到了 是我开的太快了吗 对啊 我都替你踩刹车了我的脚 一四季 一四季 一四季踩刹车 可能踩的是油门 你不要踢我踩啊 是刚才显示我们3点15分才到 我们现在显示3点12分就能到了 我马上到了 马上到了 马上到了 你看 我看到了 没事慢慢开 不着急 已经到这了 又变好可怕啊 我现在相机都拍不出来 我真的 我好想给你们看一看 可是我真的拍不出来 这里太黑了 这是不是有洞 那是个石头 到了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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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你看前面有标志拍了 已经 哪里 就到了 现在就是到了 已经到了 就这样 没有个 没有停车的地儿 有车好像有别人的车 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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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往左 就是顺德那条路 直接往上看 往前 哎有人在这儿 人家是在这里也挺好的 人家 人家在拍照 这都是拍照的人 这都是拍照的人 我的心脏 天哪 受不了 我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情的人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情的人 最后